马三刀仗着自己有朱元璋赏给他的免死铁券 做任何事情不考虑后果 大名守戒恩科 他作为包工头偷工减料 贪污自肥 地砖一踩就烂 梁柱一批就碎 可尽管如此被查到之后 他仍旧大放厥词不知悔改 归根结底 还是免死铁券给了他的胆量 无论犯什么罪都可以免死一次 然而当杨县让他把免死铁券拿出来的时候 他却愣在了原地 眼神躲闪不知所措 前些日子我手头拘束 拿铁券换酒喝了 拿天子的恩典去换酒喝 这事也恐怕只有你马三刀能干得出来了 虽然手里没有免死铁券 但马三刀仍旧有恃无恐 您宽限咱半个时辰 成报咱朋友都 地兄都 他们要是听到咱犯事的消息 肯定会有人帮咱把铁券撕过来 马三刀是朱元璋的贴身将领 开国元勋 当年为了朱元璋 更是把两个儿子都献了出去 看在这个份上杨县就给他宽限了半个时辰 但仅仅也只是让他呼吸半个时辰的空气而已 因为杨县一心想搬到怀西勋柜 恰巧他在调查马三刀的时候 查到了他拿铁券换酒喝的事情 于是早早地做了安排 蓝玉等人四处搜索 费尽九牛二五之力 始终找不到铁券的下落 朱元璋的面前求情 朱元璋对马三刀是有感情的 但他犯了法 今天要是不杀了他 明天就会有第二个马三刀 后天就会有第三个 长此一往下去人人贪赃枉法 后果不堪设想 再有一个 蓝玉等人抱团求情 更让朱元璋怒火中烧 让他更加坚定马三刀非死不可 半个时辰 很快过去了 朱元璋没有发话 杨县果断处决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免死铁圈来了 马南山街际的穷学生 李竟急急忙忙拿着 免死铁券冲了进来 然而为时已晚 马叔的免死铁券 我替他赎回来了 完了 处决了马三刀之后 杨县拿着迟来的免死铁券 跑到朱元璋面前晃了 朱元璋问他 马三刀留下什么话没有 杨县为了点起朱元璋的怒火 特意挑了一句 朱元璋暴怒 从杨县手中接过铁券 狠狠地摔到了蓝玉等人面前 这是咱给你们的一份恩典 没有给你们贪赃王法的权利 都是这面死铁券人的货 既然如此 那咱就给你们都收回来 所有持有免死铁券的文臣武 将无一例外全部交回 朱元璋这个举动 有效地震慑了文臣武将 他也终于可以严行执法 他们的骄横跋扈有所收敛 但他们心中有恨 不敢恨朱元璋 只能把怒火转移到 促成这一系列事情的杨县身上 杨县斩了马三刀 又巧妙地促使朱元璋 收回了文臣武将的免死铁券 成功激起了重怒 现在杨县的存在 已经让李善长觉得利刃当凶 芒刺在背 他在一天就没有一天的太平日子过 是时候对杨县动手了 自杨县入阁以来 李善长没有与他正面起过冲突 但他一直在琢磨杨县 观察杨县 杨县的种种作为完全不像一个行李 分明是个酷的 他今日如此阴险 就证明他昨日未必良善 这等人有本事 但肯定也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为了调查杨县李善长 特意安排了一次外寻 让胡威庸亲自去 先查老家 从祖宗八代查起 然后再查 杨县 任何的蛛丝马迹 都不要放过 李善长坚信 只要是个人 屁股里就肯定有事 胡威庸早就想干杨县了 得到李善长的指示 立马使出 浑身解数 他找到杨县的 就搭档鲁明义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幼之以利 逼之以威 很快就有了大的突破 他从鲁明义那里拿到了一把钥匙 打开房门后 他发现了杨县的惊天秘密 里面关满了受刑冤屈的老百姓 老人儿童妇女大喊冤枉 胡威庸大喜 挨个收集他们的冤屈 这趟出巡 胡威庸满载而归 掌握的罪状 总能把杨县 躲成一滩墙子县 相公 杨县表面上 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能力 而实际上 是一个狠如虎狼的酷吏 接着胡威庸 捡重点的 汇报了几件 一 杨县任杨州知府时的 娇人政绩 都是不顾百姓死活 用铁腕和皮鞭 逼出来的 在寒冬腊月 逼迫乡明破冰下河 致使两人冻伤致死 百姓哀生遍地 他置若罔闻 二 杨县为了修复城墙强行 令妇如老若到林县砍柴烧砖 两月内冻死饿死四人 后期失荒野 三 有位乡明 因为少交纳了五十块成砖 便被杨县罚莫家产 关入大牢 还有更甚的 他贪污官吏凤银 致使官吏无法为病重父母抓药 致使父母双亡 下葬那天 穷得连口棺木都置办不起 死者一部国体 只能用片芦璽裹了裹 就这样埋了 相国 您听听 这情景 跟皇上的父母双天去世是完全一样的 皇上每贪其死 都是痛断感情 而杨县至杨厂 竟把父老乡亲逼成这份了 皇上看了此状 当作何感想 杨县办的这些是真可谓是骇人听闻 凡此种种 足能让杨县变成饺子县了 吴维庸要马上把这些罪证称给朱元璋 却不料遭到李善长的阻断 不成 绝对不要这么做 起码现在不成 光有这些能让杨县倒台 但还不至于让杨县丧命 因为杨县尽管手段残忍 但杨厂的耕地全部复耕 而且盗脉长翅旺盛 杨厂城现在也已经开始兴旺 城楼 街道 民居都在附件当中 李善长很清楚 光有这两条 就足以让杨县公罪相 凭我对皇上的了解 最多办他个违政太科许民师的而已 皇上会大骂他一通 让他降之受罚 且不足以置其死命啊 李善长更清楚 要是现在把这些罪状呈上去 有可能不仅没有扳倒杨县 还引来了皇上对咱们的猜疑 再又一点就是 杨县受此重创 定当百倍警惕 以后再想收拾他 可就难上就难了 所以要想搬到杨县 必须得找到一个大招 一招致敌让杨县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 让皇上彻底奉恨杨县 至于眼下 就继续让他遗旨气势 继续让他倾薄得意 而且要一人再人 杨县王道 杨县总有失足的那天 那天 也将是他失宠和失败的那天 这一天也随着一个人的到来 离他们越来越近 我们接着往下看